空邦娃,我是战国导游月翔兵长 我是竹琴变之助 欢迎来到月翔的战国浅度旅行 第11集的剧情开始紧凑起来了 其实这一集的历史资讯量很大 今天就让我们来探讨这一集背后的历史吧 兵长,为什么家康好像不在意自己到底是不是元氏子孙啊 想要当元氏子孙,只要找一堆族谱凑在一起就可以了吗 其实除了武田、金川这些原本就是出身守护世家的守护大名之外 很多战国武将或者是战国大名的家谱 还真的都是应酬出来的结果 因为当时要成为一国之主 必须要讲求名识相符 要讲家世呢 三合国吉良家的家世比家康好多了 所以对于那些注重家世背景的人来说 家康只是一个爆发户而已 家康他为了要稳固自己统治三合国的名分 所以他对内说自己是元氏的后代 但是这种大内宣空口说白话任谁都会啊 所以必须要得到朝廷的承认 家康这个三合国之主的位置才能坐得安稳 所以家康去凑族谱只是想要掰一个合理的解释咯 没错只是要掰也要掰的合情合理才可以 其实这张族谱呢为了要跟清和元氏扯上关系 真的是煞费苦心啊 因为家康的家族三合松平家的第一代 叫做松平清氏 这个人呢原本是一个云游僧人 名字叫做德阿弥 他自称他自己来自上野国新田郡四良田乡 后来他被三合国的富商招为女婿 才开创了武士的松平家 兵长兵长 可是这些跟元氏都没有关系啊 先别急 所以现在要开始应酬了哦 所谓的清和元氏是清和天皇的孙子脱离皇族降为成籍 其中后代有一个分支叫做和内元氏 我们所知道的元赖朝就是和内元氏的第七代 另外在第三代的时候衍生出竹利跟新田这两个家族 为什么都是元氏 元赖朝就姓元 其他人要叫竹利要叫新田呢 因为清和元氏的人实在太多了 所以住在竹利庄的人呢 就以竹利自称 住在新田庄的人呢 就以新田自称 新田这个家族后来又分家了 长男继承了德川乡 次男继承了四良田乡 所以这样串起来的话 元赖朝 竹利将军家 德川家 四良田家 虽然他们的血缘已经很淡很淡了 但是如果拿竹谱来比对的话 就是同中 既然三合松平家的第一代当主 松平亲世 他是来自四良田家 那么家康身为他的子孙 当然也可以自称自己是元氏的子孙 但是话说回来 最重要的重点就是 德阿弥 他到底是不是四良田家的人 还是他冒名顶替呢 其实这个已经没有答案了 但是最起码 这样子硬臭族谱 是臭得起来的 兵长 这样不对啊 明明他们硬臭族谱说家康是元氏的子孙 为什么后来上面的布条 上面是写藤原家康啊 其实这是这一集最大的陷阱 因为家康 他虽然队内一直声称自己是元氏后代 所以他写信给三合国境内的武士的时候 他也是自称元氏的家康 但是武士他要担任地方首长 必须要先请幕府将军帮忙跟朝廷申请 可是在前一年 幕府将军逐立议会被三好三人众给刺杀了 所以透过幕府将军跟朝廷申请官职的这个管道 完全就停摆了 最后家康动用了寺庙僧侣那边的人脉 好不容易跟京都的官白 敬畏前九签上线 敬畏前九 他是藤原氏当时的领袖 但是话说回来 让藤原氏的人去证明家康出身元氏 这好像有点说不通吧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算藤原氏的领袖 也就是市长者 敬畏前九帮忙出力了 正秦丁天皇 还是不同意让家康担任三合手 搞到最后 敬畏前九是从藤原氏的另外一个分支 万里小路家的日记里面找到资料 证明家康跟藤原氏有关系 而且万里小路家 其实是正清丁天皇生母的家族 既然藤原氏的领袖 市长者敬畏前九也挂保证了 天皇的生母 他的娘家也提出证明了 所以正清丁天皇最后才同意 德川家康有资格担任三合手 所以啦 贵族跟家康其实不算是诈欺 只是话说回来 这个时候朝廷登记在岸的三合手 其实是藤原氏的德川家康 而不是家康自称的原氏子孙的德川家康 一直要到本能寺之变过了五年之后 也就是家康在1587年的时候 他才在所有的书信 全面改用原氏德川家康 然后在1603年家康开幕府的时候 朝廷才完全承认家康是原氏的子孙 但是话说回来 可能是因为当时藤原氏帮忙提出的资料 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所以大和剧才会引用原氏的这个版本的戏谱 但是实际在演的时候 是按照史诗写藤原家康吧 哇 家康以下是藤原氏 以下又变成原氏 都不用念DNA 说要改姓就能改姓 还能当地方首长啊 兵长 武田信玄真的跟家康见面密谈吗 虽然信玄跟家康见面 应该是戏剧效果 就好像是信长跟家康地结青州同盟 其实他们应该也没见面才对 但是武田信玄跟家康 他们两个人 确实应该有达成协议 因为在家康改姓为德川的一年后 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情 武田信玄的儿子武田义信病死了 有一说认为他是致敬 因为他原本是亲金川派 两年前企图发动政变 结果被自己的爸爸武田信玄给软禁起来了 另外一件事情 是知田信长打下美农道业三成 这个时候的知田信长想要上落 武田信玄想要吃掉金川 片子里面的家康 虽然他好像一副不想打仗的样子 但是史实上面他不断地在试探远江 所以啦 这个时候的信长、信玄、家康 如果合作的话 就不用顾忌谁会扯谁的后腿 所以在1568年的英历十月 信长成功上落 12月的时候 武田信玄出兵打郡和 德川家康出兵打远江 从这一点来看 可以知道他们三方其实一开始是有共识的 只是家康跟信玄的合作案 双方有一点认知误差 为什么这么说呢 武田方的史料 甲阳军舰说 双方以河川为界 大家各凭实力打领土 德川方的史料则说 双方是以郡河跟远江边境的那条河 大井川为界 只是后来 武田不止郡河 连远江也开始吃了 所以剧情里面才会安排武田信玄拿两颗团子 家康只有咬一小口 剩下的都被武田信玄一口给吃掉 所以这就是1568共识 一条河川各自表述咯 那谁说的才是真的啊 其实应该是德川的说法是真的 因为后来三线舱景 他开始打远江的时候 家康曾经跟武田信玄抗议 武田信玄就命令三线舱景退兵 表示武田信玄里面也有底 知道自己在偷换概念 其实武田信玄非常会玩偷换概念的方法 例如金川世贞 他原本好几次抠他的盟友 也就是他的舅舅武田信玄出兵帮忙 但是武田信玄已读不回 不止摆烂 还答应跟知田信玄结亲家 结了亲家之后 又把亲金川派的儿子武田义信给软禁起来 金川世贞再怎么笨 也知道自己的舅舅武田信玄在算计自己吧 所以金川世贞为了要自保就跑去找上山迁信结盟 结果武田信玄反而拿这件事情来找查 说金川勾结境外势力意图挑衅 所以武田基于自卫不得不打金川世贞 讲得好像是金川世贞对不起武田信玄一样 兵长 竟然金川世贞早就在防备武田信玄了 为什么才7天就被打爆了啊 一方面是因为武田信玄是在12月的严冬出兵 当时上山因为气候的关系 12月比较没有办法出兵去牵制武田信玄 而且另一方面 其实北条也有派兵要救金川世贞 但是武田信玄早就已经买通金川旗下的家臣还有国重 导致金川世贞要出兵抵挡武田信玄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的手下已经鸟受散了 而且金川的郡府城属于居管式的城池 这是一种内阵型的城池不适合打防守战 所以说啦 郡府城7天会被打爆 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武田的闪电战 而是武田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买通并且发动认知战了 没想到战国时代就已经流行打认知战搞分化了啊 兵长 那家康为什么没有用认知战啊 为什么田赫就不愿意投降加康呢 其实有哦 只是大和聚没有演而已 加康他要打远江之前 其实都已经跟锦衣谷的国重谈好了 所以加康才能顺顺利利一路推进到田赫的影间城 不过关于田赫的传说 其实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首先现在没有发现战国时代当代关于田赫的记录 目前关于田赫的传说都是江户时代中期之后当地的传说记录 有一说认为金川世贞虽然杀了田赫的丈夫范伟联龙 但是他允许田赫带着他们的孩子驻守在城内 所以有一派说法认为田赫其实是金川的派系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说法 认为田赫这个时候已经脱离金川了 他决定要投靠武田 所以他守在那边抵挡德川家康的攻击 准备要迎接武田 至于片子里面为什么要用山茶花 也就是春花其实是有典故的 田赫带着侍女战士沙场之后 他的池塘旁边种了一百多株山茶花 所以现在悼念田赫的池塘又称为是春姬观音 到底这个池塘是谁建的呢? 其实有好几种说法 有一说认为是当地百姓很景仰田赫 但是为了不激怒德川家康 所以用参拜观音为理由来修建池塘 也有家康命人修建或者是赖民命人修建的说法 难怪这一集会出现好几次山茶花 怎么办家康第十一集 其实历史的资讯量蛮大的 这一集大概有三个重要情节 第一个是家康改姓 并且跟朝廷求官 第二个是家康跟武田信玄 协议要瓜分金川的领地 最后就是家康攻打远江引坚城 对战女城主田赫 其实在片子里面 家康都表现得一副很被动的样子 好像他不赞成花大钱去买官 他也不积极要打远江 只是因为武田信玄要打金川了 所以资田信玄才赶快叫家康 要去跟武田信玄谈 免得金川的领地被武田信玄整个吃干抹净 老实说这个设定实在是有点太脱离现实了 因为家康他如果单纯只想要三合国独立 没有打算要打远江的话 那他在前一集就不会去拉拢远江的范尾连龙吧 到底家康他是只想要统一三合 然后跟金川和平相处呢? 还是家康要继承金川议员的王道思想 统治金川议员当时统治的远江、郡和、三合呢? 老实说,剧组都没有讲得很清楚 弄得好像家康这个人其实没有野心 但是三合国莫名其妙就统一了 然后家康虽然不想跟金川议员打 但是金川议员的领地不知道为什么 慢慢都变成家康的领地了 这样的做法不是很矛盾吗? 当然啦,大合剧怎么说都是戏剧 不用完全跟历史符合 但是话说回来,就因为是戏剧 所以人物的人设跟他的行为就要更合理 就好像是上一档的大合剧 《连昌殿十三人》里面的老好人北条石正 他的人设是一个好好先生 但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好好先生 所以只要亲朋好友的请求 他都全力协助 所以演变到最后 他就变成是一个滥用权柄 破坏幕府制度的人 以人物设定来说 北条石正的人设是没变的 但是这样子可以顺顺的贴合历史的表现 我想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表现方法 其实都已经十一集了 家康面对田赫还像是一开始一样 以朋友的私情为重 老实说,兵长觉得这种设定实在不像是一国之主的思考方式 从以往的大和剧脉络来看 有些人写的剧本 可能会让家康含泪下令全军攻打田赫 或者是宣誓他比金川市真 更能够继承金川一元的王道思想 但是今年大和剧的家康 他只是天真的制止加成不要进攻 然后期待田赫赶快开城投降 未来家康还会面对更多更艰难的决定 如果现在不开始铺一些变因 未来碰到大事件的时候就会转得更硬了吧 不过话说回来 编剧古则梁泰先生真的不知道这些事吗 我想这也未必 因为家康跟信玄面对面对谈的那段剧情 或者是田赫最后坚定自己的信念 为了自己过去心仪的人 为了回到以前大家和乐融融的那个时光 这些其实都是大和剧很常见的套路 所以冰长觉得编剧古则梁泰先生 他在支线的剧情相对的稳定 但是在主线剧情 好像想要刻意营造出一个自我流 出乎观众意料之外的安排 到底这样是好或不好 老实说冰长也不知道